一个是负德,一个是智慧。 负德想不讲,就讲到智慧,佛在经上讲了。 一个人如果引咎,断送如来智慧种子, 你把种子就没过来,就难以开显智慧了,何谈圆满? 智慧不圆满,哪能成佛意?就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说,作为一个修行人者来讲,不能引咎。 再来展开一点,所谓的不引咎, 是一滴的都不能故变引咎,不是不合罪了就行。 世间人可以讲到不合罪了就行,你的朋友来了,开着车来的, 你看,晚上没交警,少整点了,只要逮不住,只要喝不罪去,可以, 那是你们两个的法。佛的话是一滴,也不能随便不口。 多大一滴,干靠静,站到就会提起来,低下心的那一滴,是很小的。 就是那滴,放到嘴里,故变引之,随厌厌而犯,你故意去知道它是酒, 又故意去囤厌,囤厌一次翻一次,囤厌一次翻一次。 这么小的一滴,囤厌一次翻一次,那么当你合罪了的时候,翻了多少次。 所以说,这是佛教制定不饮酒界的更美原因。 就是,饮酒啊,能断奉如来智慧公子。 所以说,一个饮酒的可以这样说。 嗯,从这个道理上来讲,他不肯能成就,就是这意思。 对于我们,单位上,罚的福利这个酒,那怎么办? 我们,一个正心的佛教徒,可以不去喝。怎么办?送人去吧。 但是,大戒合又讲到了,把酒去过人,五百事不张收。 把酒去过人,酒气是个什么东西?不一定酒中,就一定是酒气。 归人酒瓶就一定是酒气。也归人这个归人一定不是酒气。 把酒去过人,拿那个成酒这个东西,让人家饮酒,五百事不张收。 如果这是个喝水的杯子,我把它打开,倒,把水倒了。 不方便吗?来,给整到这里面,整到这里面,这里面就是酒了。 马上看就是酒气了。里面成的酒,来,喝一口。 你拿着成酒这个东西,让人家喝酒,酒五百事不张收。 为什么?不张收是什么? 不是人没有收,不是人没有收。 那个侯耀文那个相声听过没有? 你谁说你的前手呢? 谁说你的前手呢? 收就是收,没有前后。 什么意思啊? 五百事不张收是堕落畜生的道。 因为他愚痴嘛。 畜生没有收。 他那个前后,他不是前手后手,是前爪后爪。 知道吗? 是五百事不张收的意思是堕落畜生道。 就是因为他给人家提供了一个愚痴的意愿。 那么从佛理上也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我们来要怎么办? 哎,你看自己去处理就行了。 自己不要喝,好不好? 然后你给你的领导说,你说我昨天学了一下的雷锋啊,你在发酒的时候不要给我。 要发人民币吗? 发你的银行卡吗? 你可以给我。 不要了。 你免得你为难啊。 是吧? 你这不就发的福利了? 这就发的心病了。 什么意思啊? 嗯,这个懂了吧? 我从年轻对肉鱼等,当然也不杀生。 可有一方面对蚊子,草莹,特别是蚊子。 比如说今天打死一只蚊子,因为他吃了我很多的血。 我身上都是疙瘩。 我对他说了一声阿弥陀佛。 嗯,你说,啊,是不是该笑啊? 哎,看到这里我有点想笑。 但是不是笑你,我想起了一个广告词。 这个广告词啊,我忘了是哪一个广告词啊? 所以说是,这个广告词是这样说的。 为了我,打你。 为了你,打我。 打死了你,流我的血。 啊,这广告很精彩。 什么意思啊? 为了我,打你。 你爬到我这儿,我是为了我自己不爱咬。 我打文了,打你。 为了你,打我。 你上哪儿拍啊?你上哪儿拍啊? 为了你,打我,打死你了。 打死了你,流我的血。 打死了你,流我的血。 打死了你,看,血是我的。 哎呀,你看这个慢慢做的。 是不是,这好笑在这里。 我就看到你这个,你这个问题。 我一样在想的这个广告词。 这个广告词非常好啊。 对啊,这个插画的非常好。 它也是一个杀文技能。 啊,灭文技能。 这个对佛教当中的不杀身, 嗯,是对一切众生都不能杀身。 不管大了,小了。 蚊子苍蝇,我们也认为它害处。 啊,也在说蚊子啊, 蚊子啊,穿过疾病,苍蝇穿过疾病。 蚊子你盯,盯着它一样样。 哎,是不是啊?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理念的话, 一样样一点就一样样一点吧。 你能把它轰出去就轰出去。 不能轰出去呢? 啊,那你就忍得吧。 古代有很多高层大的修行啊, 到下午的时候啊, 他们把上蚊一露出来, 刮了个蚊子, 就无有蚊子。 就无有蚊子。 那个意思是蚊子也很可怜。 它需要吃什么? 你想想,它会干电条吗? 还不会啊, 要不会下饭店啊? 没办法,真的是。 哎呀,这来个胖和尚, 给点吧, 扎上,饱了。 无非您是痒痒一点嘛。 对不对? 这古代有些修平人, 他有这种理念, 也能做得到。 所以我们来讲, 你讲的时候, 不愿意喂他, 那不要紧, 不得轰出去。 轰不出去, 哎呀, 痒了就痒了嘛。 不要杀生, 千万不要杀生。 在这里讲到一点, 不杀生戒哈, 有一点, 就是说, 无意杀生, 不犯杀戒。 无意杀生啊, 不怕杀戒。 秋天的时候, 这个文章, 就非常精进了。 秋天, 知道啊, 你们见过吗? 秋天的文章, 他非常精进。 他可能是, 为了过冬, 做准备吧, 他趴在你的身上。 只要他那个小针管子, 扎进去, 他吸不薄, 他是不左的。 是不是? 一看他扎进去, 他开始, 吸啊,吸啊,吸啊, 你这时候, 你感觉痒痒了, 你不知道, 一磨, 就可能会被他摸死了。 真的意思吗? 就会被他摸死了。 无意杀生, 不怕杀戒。 这个一定要说, 对于文章, 我们一定有词为他。 文章很可怜, 真的很可怜。 1998年的时候, 我一个师兄, 出家的, 我一个师兄, 激男的, 他说, 夏天, 他在那儿, 我问文章, 光明王, 我问文章, 我们几个人, 挺好,挺好。 我也, 我问文章, 最后他给我出了个主意, 他说, 当文章吸你的胳膊上的时候, 你一钻拳, 就不能把他夹住, 真正夹住。 他那个吸管, 扎进去以后, 扎到肌肉里面, 吸那个许王。 一钻拳, 你的肌肉一紧张, 一崩, 拔不出来, 很可怜。 很可怜, 不过, 我做了一次, 你不在做了, 受伤了。 这个, 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慈悲, 一定要慈悲。 其他我们很多许王, 他得到的利益是保了, 他得到的一个方便, 但是不得吸其他人, 如果方便的话, 可以让他吸一点。 至于身上有疙瘩, 摸点药包, 当然这是佛教的方法, 这个方法不要告诉不信佛的人, 你要告诉不信佛的人, 他感觉就肥膀了。 再懂了吧? 懂了吧? 懂了吧? 你们底下的声音小一点, 请问鬼和神有什么区别? 在民俗来讲, 鬼和神区别很大, 天上的就是神仙, 有能耐的就是神仙, 所有民俗一提到鬼, 哎呀, 一提到鬼, 那就是非常悲惨的, 非常难看的, 时时找人的麻烦的, 是不是啊? 就是, 一讲到哪个地方, 不舒服了, 是不是怨心戒主啊? 我们讲的这个怨心戒主, 往往都是, 是不是哪个鬼啊? 是不是哪个仙儿? 往往是这样。 在佛教当中, 鬼和神啊, 他们用非常严格的界限。 佛教那个鬼和天人, 这个界限非常明确, 并且是差别非常大。 佛教当中这个鬼, 对鬼的聊天说, 讲到鬼道的时候, 他也讲得非常详尽, 有的时候, 鬼道的众生差别非常大, 有非常悲惨的, 也有非常有福报的。 有的鬼, 有才鬼, 有大力, 有偉大的鬼, 长得非常漂亮, 跟那个天人差不多, 身形很壮严, 也带着头冠, 穿金带银的, 骑得麻, 平常没事到处骑得麻去, 旅游去, 我也不知道他去不去天上活, 反正我昨天去天上活了, 经常玩啊, 有大力鬼神, 这是有偉德的, 有福报的, 这些鬼和神有什么区别? 我们在这儿一定要知道, 在佛教当中的鬼神没有区别, 他只是福报有区别, 长相有区别, 都叫鬼道, 在民族里, 把好一点的叫做神仙, 不好的叫做鬼, 比如说, 山神徒弟, 徒弟庙里的徒弟爷爷, 我们叫他个神仙, 对不对? 某个山方的山, 神, 我们叫他个神仙, 实际上, 按佛教的理念来讲, 徒弟爷爷也是鬼, 山神也是鬼, 无非他们是有福报的鬼, 有伟德的鬼, 他们本人祭祀, 有自己的宫殿, 就是这样, 这个鬼道的差别, 我向大家客下看一看, 有一篇DVD讲道, 一篇, 人情说鬼, 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, 先不要害怕, 很多人一提到鬼就害怕, 我跟他们说, 我为什么讲鬼, 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知道, 鬼道的是什么东西, 别人讲鬼是吓唬你, 我讲鬼是让你不怕, 咱们有看一看光盘吗? 有, 可以看一看啊, 这鬼与神的差别, 民俗上的差别也很大, 佛教当中对鬼道的描述, 也非常详细了, 大家看下看就行了, 好吧。 给僧人起毛病, 算不算过错, 是大过还是小过? 是过怎么样忏悔, 或是念拿不经咒, 就能把费光缠回掉。 昨天我曾经讲到这一点, 僧人啊,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团队, 这个特殊的团队, 在于他那个生活的特殊, 理念的特殊, 身份的特殊, 和他那个生存环境的特殊。 僧人是历史上的, 一个特殊团队, 历史上产生的。 自从佛教流通的那天开始, 实际上, 你会建立第一个僧团, 路远院, 杜古比丘, 那么就有了僧团, 就有了僧人, 僧人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, 因为佛经的原理上讲得很清楚, 但是僧人也是人, 记住, 僧人也是国家的公敌, 僧人首先必须是遵守佛教建律, 他才教个僧人。 第二, 必须还得是遵守国家的法律, 他才教个人。 怎么, 第三, 还得遵守他所居住地区的同族习惯, 那他才能够住下来。 懂得的意思吗? 所以, 在这里讲, 不是所有的僧人是圆满的, 如果这个僧人圆满了, 他可能就是佛了, 我们这个圆满讲的是究竟圆满, 如果你面前面对的这个僧人是个究竟圆满的僧人, 好了, 他是个佛了, 你完全可以把他当个佛看。 他表现的一切一切都是佛的一切一切, 因为他这个僧人是想跟着佛去成佛, 正在修行方法, 那么说明他还有很多很多毛病戏器要改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 僧人确确实实大大小小, 不同的方面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毛病戏器, 都会有。 但是僧人的毛病戏器, 那怎么改? 僧人有僧人的方法, 他们半月一结磨, 一年一结下。 半月一结磨, 到半月的时候就送戒, 所有人受了戒的送人坐到一块, 开始用一定的仪归结磨。 这个仪归怎么说你就是, 不受戒的还有吗? 不受戒的没有。 不受戒的都出去了吗? 都出去了。 即使你这里边都知道, 不受戒的没在, 受戒的在了, 不受戒的都出去了, 也要这样问, 这是个仪归。 通过这个仪归, 就是不受戒的出去了, 去世出去了, 只有受戒的了, 我们可以组织大家, 有一个法师, 高座, 其他法师在底下, 开始送戒。 我们的男众的戒, 代表我是一条, 女众的戒, 348条, 很多啊, 一条一条一条, 送, 送完了你就开始结磨, 怎么结磨呢? 好了, 自自结磨, 结磨就是, 哎呀, 我自己举手, 我发现这半月以来, 因为半月半月都让我做, 我发现这半月以来, 哪一天我做了什么错? 跟我们的戒队哪一条? 不对? 我忏悔, 怎么忏悔呢? 上面也有很详尽的解释, 比如说, 我犯了哪一个戒了, 怎样去忏悔, 才能清静, 一条才能清静, 我发现哪个地方不对了, 哪一天做的, 那么我, 现在, 以正常的忏悔方法去忏悔, 孙众对他做证明, 那样的话, 他这个一条就清了, 如果他这半月以来, 自己犯了错了, 还不知道, 没有意识到, 那么, 别的孙众也意识到了, 就被他提出来, 你哪一天怎么样了? 然后, 咱们是怎么忏悔, 怎么改正。 所以, 这个解禁法, 就是, 它是僧团的一个批评, 自我批评的一个方法, 目的是为了和合僧众, 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改正错误, 目的是为了忏悔业障, 共同期告, 还是修行的基础。 至于, 大家就是, 确实发现, 僧人有不对的地方, 善意的提醒也是对的, 但是记住, 一定记住, 不能吹吹心, 不能去夸大, 不能去悬崖, 更不能背后去流传播, 流传, 为什么? 那不是帮他, 或者是, 你私下来跟他交流, 善意的提醒, 这也是可以的。 为什么说, 我们正规的方法是通过, 扮演于结合这种方式, 因为说句实话, 到底僧人哪个地方如法不如法, 很多军事是把握不住的, 不知道的, 不杀生, 这个知道的, 不忍求, 这个知道的, 很多细微的方面, 军事是不同的, 只有我们通过我们的介绍, 启现, 我们的介绍也是经常的读奉, 我们经常的去选讲, 经常的去解释, 去对照, 所以, 传统的方式是僧团来处理, 不是僧人可以放荡无为, 不是僧人饭了过, 没人管他, 是僧团管理, 假如说僧团真的也管不了了, 护法管理, 护法再管不了了, 好了, 就最后交给英国管理了, 怎么, 英国, 交给英国去处理了, 那就安全了, 谁都跑不了了, 那就是, 一就是一, 十就是十, 人一样说, 好理不爽嘛, 就是这个意思啊, 所以说, 善意地给僧人提一下, 那也是可以的, 那也是可以的啊, 呃, 再讲到, 再讲到, 如果说我们不懂佛法, 不懂佛界, 在这之前, 非谤了僧人, 那怎么处理你, 啊, 或者是恶意的宣讲, 我怎么处理, 除了忏悔, 没有别的方法, 这个忏悔的方法也很多, 任何的经咒都可以, 你比方说, 往生咒, 这个往生咒, 题目就带出来了, 把, 把一切业照根本得神净土, 除了忆, 除了忆, 除了忆是咒语的意思吗, 把一切业照根本是什么意思, 能够消除一切业照, 往生净土的意思就是, 让你成就, 就这么意思, 所以题目上已经, 开箭出来了, 包括大慰仲也是, 为什么, 有很多很多的业照呀, 就是, 很难去消除, 通过宋斥大慰仲就能消除, 为什么呢, 有很多业照, 你需要, 面对十方僧众去摘慰, 面对十方僧众去摘慰, 这就很难做到了, 十方僧众是什么, 十方僧众是什么, 知道吗, 东西南北, 这是四正, 还有四围, 四围就是四个脚, 这叫四围, 还有上下, 这个上下你就不好做, 东西南北你可能能做, 咱们, 博善的时候法式清了, 那是东南了吧, 然后咱们, 哪不能法式清了, 好了, 这个平的东西南北, 和四围, 这好做, 这个上下你请来, 你请你请谁, 你叫他献钱的话, 真的来了, 还是假的来了, 他事项, 没献钱, 你怎么办, 你怎么确定他, 但是你送是大悲神咒, 就可以了, 为什么, 一送大悲神咒, 十方诸佛皆来受受, 十方诸佛皆来献钱, 十方诸佛皆来作证, 好了, 你送大悲祝, 通过送大悲祝, 忏悔的时候, 就等于说, 面对十方佛菩萨在忏悔了, 所以说, 有些个别的罪惑, 通过这种方法, 通过控制大悲神咒, 去清除, 那是对的, 但那个点就是说, 举了两个例子, 实际上很多经历都可以, 因为你学佛之前, 烦恼不是很多, 我们学佛以后, 烦恼经常烦恼, 哎呀, 你这个学的, 你是跟着佛学的呢, 还是跟着人学的呢, 如果跟着人学的, 那就是越学越烦恼, 如果跟着佛学, 那你应该说, 慢慢的会考起来的, 是吧, 先不讲烦恼, 先讲妄念, 先讲妄念, 妄念本来也是一种烦恼, 用这个妄念的解释, 让大家更正确的理解, 烦恼的多少, 说了佛了, 我们应该是清净自念, 清净自己的念头, 不能有贪嗔痴, 不能有恶念等等, 当你静下心来念佛的时候, 你想静下心来的时候, 这时候才发现, 哎哟, 原来什么也想起来了, 好多年以前, 小学同学借着一块橡皮, 把它忘掉了, 学了佛了想起来了, 怎么这个念头也出来了, 第一, 这是智慧要开闲的标准, 第二, 这是念头再翻出来, 第三, 这是你想关照念头了, 想关照念头了, 没学佛之前, 你不知道要关照念头, 学了佛了, 要关照念头了, 好了, 发现, 原来念头这么多, 懂不懂, 就像, 你想照镜子的时候, 发现, 呦, 这里起了周五六, 这里老年半六, 这里还有一段骨肉, 假如说, 你不想照镜子的时候, 人家给你忙, 忙啊, 妈妈, 你还不知道, 这个也算, 忙一个大的会, 你也不知道, 自己很, 很舒服啊, 在马上边上, 还认为是回头率很高, 实际上看见是两样, 妈妈, 是吧, 因为没有一个对照, 没有一个关照, 你会发现自己的毛病吸气, 学了佛了想静心了, 才发现念头多, 这就是一种关照的过程, 这个也很正常, 非常正常, 这样才能不多, 通过慢慢的修行, 慢慢的祈祷, 这个念头, 才慢慢消除, 慢慢消除, 并不是一信了, 后来念头, 马上没有了, 不可以的, 也并不是你一向的知道, 吃饭能治饿, 那个饭一端上来就饱了, 那能行吗? 得吃一口一口的, 一点一点的, 还得有正确的方法, 多么的正确, 我们大家都知道, 馒头是塞到这个嘴里, 馒头不能上这个方法, 喝水也是通过这个口, 呼吸也是通过它, 这叫方法, 如果你拿了个馒头, 塞到这儿来了, 行了, 一会儿, 120, 我听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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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让你得很近, 先让你得很近吧, 过来的时候, 碰到啊, 所以说, 学了佛了, 发现烦恼多了, 不一定是真的烦恼就多, 如果你真发现, 确实烦恼多了, 你就关照你自己, 是不是真正懂佛法了, 是不是跟着佛学了, 是不是通过经典上, 找的根据来关照自己, 如果你跟着人学了, 可以让人说, 真的是原来的烦恼, 明白吗? 只要是你跟着佛学了, 你认为烦恼会多, 这是个过程, 这是在关照, 这是种子的现前, 懂不懂? 如果你修的是真正的正法, 慢慢慢慢, 通过一段时间提高, 好了, 肯定慢慢会相复的, 好不好? 女众出家修行好, 还是在家修行好, 出家对家庭有什么好处?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讲, 但是古代高通大学经常讲, 释迦佛也曾经讲过, 专门有一部经典, 叫出家功德经, 听听题目, 听听听, 佛说出家功德经, 你们可以回去看看大方, 找一部经典, 看看找到了, 佛说再加更大的功德经典, 找出标的, 出家功德非常之大, 这个从他那个体性上, 从佛理上, 从事项上都如说标, 我们讲的是正儿八经的出家, 正儿八经的出家人, 不是讲的假的, 也不是讲的出家以后, 古道非为人那种, 那是个例, 我们讲的是一种佛教当中的经典, 那种含义, 女众出家修行好, 还是在家修行好, 就出家修行, 要比在家修行好, 这是佛的含义, 大家可以去查经, 佛从来没有说在家修行, 要超过出家修行, 并且是, 任何的佛, 事先成佛, 他都要事先出家, 通过出家修行去成佛, 正方国, 任何的佛都会这样, 弥勒佛夏世, 龙华宿下三个会的时候, 他也是事先出家, 在成佛, 懂吧, 所以出家功德很大, 我讲的是传统的, 正方人, 而不是不要用心的那类, 女众出家和男众出家, 到底在家出家好人, 就是说, 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理念, 就是出家修行是好的, 但是你是, 无论是男人女的出家都行, 主要要看你个人的意愿, 明白了, 如果自己发心不正, 那么暂且先不要出家, 那重要的意愿不具备, 重要的意愿得发心, 如果你发心很大, 发心很正, 家庭不允许, 那你出不了家, 那叫禅福, 夜上未了, 因缘未解饶, 是这样的, 出家对家庭有什么好处? 这个应该是一种供业和功德的转价, 经常讲, 一人出家, 妻室主动升天, 上下妻室, 自己的家人升天, 当然我们不希望是升天到天然去, 但是说那种功德, 一人出家, 他家里七倍的, 这个亲人都能够得到升天的功德, 这是功德, 明白吗? 假如我们不以升天为目的, 比方说我的孩子出家了, 当然我现在出家了, 不说这个, 我的孩子出家了, 我明白佛理的话, 我可以得到升天的功德, 但是你我不以升天为目的, 拿着这种功德, 回向极乐世界, 把它作为我们往生净土的资料, 好, 那这成就很难, 功德嘛, 功德是让人成就的, 记住, 这问题,懂了吗? 在家拜佛时, 有时想哭, 哭过后就好了, 是不是我的业力很大? 为什么? 谁来回答? 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, 很多佛教徒啊, 当, 结束到, 精通绰号的时候, 或者, 结束到非常庄严的佛寺活动的场景的时候, 或者是, 听到师父讲经的时候,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啊, 都会有想哭的感觉啊, 或者是干脆就哭过了, 哭过后就好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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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情况很多, 有好多的原因啊, 能够造成这种现象, 哪种原因呢? 第一种原因, 是自己在生活当中, 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, 可能, 啊, 就是有一小伪缘, 有一些障碍, 心里有种压抑, 啊, 你遇到佛法, 或者一诵经一本,